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油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赌神电影《老千》 男主大猫,很早辍学打工 靠着麻利的双腿,在一家家具厂辛苦赚钱 在三年的省吃俭用下,攒下了一百万韩元 大猫性格好强不服输 一天在休息期间,他看到家具厂一帮人在打牌 看到了桌子上大把大把的现金 大猫也加入到其中 排过几圈之后,大猫输光了所有的积蓄 不肯认输的他碰巧遇到了离婚的姐姐 姐姐带着一大笔离婚赡养费 忍不住的他对这笔钱打起了主意 刚开始,只是拿了少一部分 接下来就是全部 就这样玩了一个晚上,大猫彻底出个精光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排桌上的玩家都是老千 专门设局套路大猫这样的菜鸟 由于输光了姐姐的所有家当 大猫没有脸再次回到家里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他一直在赌场专用 寻找骗他的老千 顺便在赌场耍上那么两把 直到有一次发现有人出现 不服的他拿起刀就要抢劫 这一幕恰好被一位带帽子的中年大叔看到 这位大叔可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传说中的千王 凡是在道上混的,没有人不认识他 谁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在大叔的坦布下,大猫并没有被人给追打 他看出大猫内在的不要命潜力 身处绝境,才能有机会勇往直前 好在大猫很聪明,一点就通 此皮赖连地恳求大叔受他为徒 一年之后,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菜鸟 如今的他,也算是学有所成 一般难度的牵手,很难敌得过他 不过在这个拳子里 有三位无法超越的金字塔式任务 一位是大猫的师傅,大叔 另一位是心狠手辣的阿鬼 最后一位名为一只耳 因为他和阿鬼在一场赌局中输掉 被割下了一只耳朵 所以道上都称呼他为一只耳 阿鬼一直期待能够和大叔来一场赌局 不过大叔早已筋喷洗手 不再参与比较大的赌局 只是在平常玩一玩打发时间 大叔心地比较善良 就算荧光了玩家 也会给他们留下一部分 大叔能够受大猫为徒 是念在大猫要为还姐姐钱的感情上 而这笔钱数额比较大 仅凭借他们两个人很难成功 于是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二鸭 二鸭是专门设计套路赌徒的老仙 经常假扮其他身份 骗取赌徒的信任 然后将他们狠心地扎光 在他的友情帮助下 大猫他们很快赚到一大笔钱 足够还清欠姐姐的钱 根据当初的承诺 他现在要筋盆洗手和大叔回家 可是刚刚尝到甜头 在和大猫告别的车站上 他们遇到了强劲的宿敌阿鬼 他和大叔上了同一辆火车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大猫和二鸭合作得非常愉快 依靠二鸭强大的人脉和大猫的签数 他们两个赚得喷满锅满 真可谓是夜夜歌舞盛平 大猫继承了他师父的优秀传统 不会彻底荧光一个赌徒 但是他的好心 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赌鬼 拿到钱的赌鬼会再次返回到赌场 直到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在铁路边发现了他师父的尸体 并且还被砍下了一只手 根据当天上火车的情形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苏迪阿鬼做的 于是派了私家侦探前去调查 在此期间 二鸭的赌场被查 二鸭和若干手下都被抓到了检局 大猫和铁袋侥幸逃了出来 铁袋是一名二流老前 经常混迹在各个赌场 他答应愿意帮助大猫找到阿鬼 阿鬼神出鬼没 很难找到 不过他的手下还是比较好找的 他们跑到了阿鬼的地盘上 赢了五个亿 一时气不过的老大 让自己的手下约定下次赌局 而这名手下 就是当年骗走大猫前的老千二狗 大猫在此期间 也结识了清纯小邦 只不过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往后余生注定费你莫属 铁袋也认识了小方的闺蜜 两对恋人一时间如交死期 各种休恩爱甩了一脸 大猫也将欠姐姐的钱还给了姐姐 终于弥补了当年的过失 同时 他也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位导师 一只耳 一只耳告诉他一条铁的定律 在出现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对手的眼睛 得到了两位太懂人物的指点 大猫将阿鬼的手下赢了个精光 赢钱很容易 能够拿走就更难 大猫和铁袋在逃跑的路上走散 大猫也差点命丧压随机 不甘心的手下抓走了小方 威胁他要把所有的钱拿回来 并要在未来在他的底盘上工作 大猫假意答应了他 在半路却制造了一场车祸 阿鬼的手下就这样领了便当 阿鬼亲自出席了手下的葬礼 发誓要找到大猫和他一绝告下 此时出狱的二鸭没有了大猫的帮助 急需一大笔钱来重整气骨 于是假扮了一个乖乖女 勾引了一个老板上钩 和大猫走散的铁袋 暂时在二鸭这里工作 现在二鸭急需大猫回来帮助他 阿鬼也需要找到大猫报仇 其伙人就这么搅和在一起 阿鬼为了引出大猫 在赌局中拆穿了铁袋的签署 并砍掉了他的一只手 逼迫大猫前来一绝告下 大猫也得知了一件事实 自己的师父并非是阿鬼所杀 而是二鸭找人做的 目的就是留住大猫为己所用 大猫带着仇恨出现在赌局中 发牌时故意出赌钱 让阿鬼认为给自己发的是小牌 大猫的是大牌 阿鬼赌上了自己的一只手 赌杯子下面的牌是大牌还是小牌 确实在高手面前 出钱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大猫赌的就是阿鬼的小聪明 这张牌其实就是一张小牌 就是为了要让阿鬼被自己给误导 最终大猫赢了阿鬼成为了最强 阿鬼被砍下了一只手 当他知道自己师父是被二鸭杀害时 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钱 然后带着铁袋离开 在电影的最后 大猫离开了韩国 前往了一国他乡隐姓埋名 过起了潇洒自在的日子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看完整部电影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防赌必输 能赢也是别人让你赢 为的就是让你现在更深 切记赌没有回头路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